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借助跨境电商平台进一步向最终市场推广自己的产品,这一切只为了树立自己的品牌。 5.穆斯林摘月 全球18亿穆斯林的为期一个月的摘届之月,6月底又是全球穆斯林的开摘节。 主催产品穆斯林食品、丝巾、围巾以及与穆斯林相关的用品。 在中国有10个少数民族是穆斯林,这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商机无限,营销策略。 首先做了一个非常精美的官网,所有在跨境平台上的商品在官网上都能看到,而且还专门在官网上向买家提供一些产品的常见问题,因为穆斯林的宗教习惯。 在食品方面,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做亚马逊的卖家们可以推出了一个导航项目Amazon Products。 当客户在官网下单时,会直接被带到Amazon的产品页面,并在各大商品评论网站上发布了自己的产品测评, 并将自己网店的链接放在了这些评论网站上。 空桥等制冷电器会在6月开始热销。 手机和消费电子产品也是销售旺季。 桌球。 水上运营用品在春夏季节比较火热。 6月20夏季开始。 防晒霜。 太阳镜。 浴巾。 冲气游泳池。 泳装。 烧烤用品。 户外帐篷。 睡袋。 登山鞋。 登山包。 航拍器。 7月关键词。 独立日。 暑假。 亚马逊Prime会员日一。 美国的独立日7.4。 传统的零售商促销日。 跨境电商卖家可以进行一星期的促销来迎合消费者期望。 可以创建一份简单的特价清单。 通过邮件发给消费者。 根据之前的客户行为记录数据。 可以让邮件附带的特价产品更加个性化。 这样效果更好。 家具和家具用品碰会因为婚礼等需求而进入旺季。 主推烧烤和厨房用品。 野区装备。 游泳装备。 游侠装备。 美国国旗。 彩球。 其他户外装备。 2. 暑假。 外国孩子的假期主题基本围绕度假和自家后院做文章。 各种烧烤永迟趴带动的一系列搜索热词也包括防晒霜和卢贵凝胶等护肤品。 而对于讨厌阳光的宅人们来说。 线上游戏则是暑假杀时间的必需品。 国内主要以旅游。 放松为主。 还有经久不衰的课外辅导。 3. 亚马逊Prime会员日7月上旬。 所有产品。 折扣商品。 高需求。 大批量商品为主。 8月关键词。 返校季。 古尔邦节一。 返校季。 新学年的剁手广告打什么? 只要和学生有关的都是主推产品。 其中是服装鞋类中的一个热卖季节。 也是手机。 消费电子产品。 办公用品。 运动用品的一个热卖月。 2. 乌尔邦节8.30全球18亿穆斯林的重大节日。 同时全球160个国家的近400万人会前往卖家朝圣。 主推产品穆斯林食品。 丝巾。 维巾以及与穆斯林相关的用品。 营销策略参考6月份的穆斯林摘月。 9月关键词。 美国的劳动节。 世界清洁地球日一。 美国的劳动节9月2日。 国际新闻工作者团节日。 世界扫盲日9月8日。 国际和平日9月21日。 世界旅游日9月27日。 国际和平日。 全民国防教育日。 这些特定日子可以做一些软文进行宣传。 提高品牌形象。 2. 世界清洁地球日9月14日和国际臭氧层保护日。 9月16日可以主推一些环保方面的商品。 世界心脏日。 世界海事日。 国际龙人节。 全国爱亚日可以主推一些医疗用品及相关辅助用品。 3. 纽约时装周9月6日到9月14日。 时尚服饰。 黑饰。 香水。 高跟鞋。 美妆产品。 9月份的节日很多适合促销的节日却不多。 9月秋季是服装热卖的季节之一。 美容化妆品会由于秋季新品到来而热销。 也是滑雪用品热卖的月份。 对月做跨境电商的朋友们可以重点关注美国国家足球联盟NFL。 美国人民对NFL比篮球联盟NBA和职棒大联盟NLB分别高出65%和152%完胜。 而在赛季期间,商机无处不在。 特别是女性和拉美球迷的人数增多以后。 10月关键词。 印度排灯节。 暗胜节。 国际音乐节一。 暗胜节。 跨境电商卖家的狂欢节。 这个节日是围绕糖果、聚会、贺卡和面具服饰的。 10月31日是一年一度的全名Cosplay日。 使用Google Trends定位目标市场的热门主题装扮。 势必做的功课之一。 备货时间应从9月份开始。 主推产品Cosplay服装。 LED灯饰。 鬼怪家装。 鬼怪玩具。 戴万圣节风格的其他产品。 2、10月底印度排灯节。 是印度重大的节日之一。 相当于他们的新年。 全世界庆祝在外里的超过12亿人。 其中印度、尼泊尔等定为全国性的节日。 当然,节日来临的前后,也是商品销售的旺季。 10月至11月的印度排灯节。 给予了人们大力消费的理由。 就如我们的新年。 家家户户都忙于到超市、商场、商店采购各种各样的过节用品。 这时印度民众的购买力非常强。 家里该用的、该换的都在这个时期购置。 所以商家们各式起法吸引消费者购买。 另外,体育用品10月份会强劲打折。 伴随着毛绒玩具热销。 10月也是美妆和DIY词条的搜索高峰期。 各位商家们也要抓紧商机。 11月关键词,双十一。 感恩节。 黑色星期五。 网购星期一。 小商家星期六一。 双十一。 这个有马云缔造的令人剁手的日子。 吸引力太强大了。 就像一股飓风一样瞬间挖走兜里的钱。 这也是所有电商卖家的狂欢节。 期间做好宣传,即做好库存。